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天的时候 各位老宝宝们从车里边一下来瞬间惊呆了 因为看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眼睫毛 帽子 脸上全都是挂的冰霜在脸上 然后无论你穿多厚的衣服 一下去之后马上就会堵透 所以刚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宝贝们 我其实是有点心疼的 但是所有的宝贝们 让我出乎意料的就是特别的开心 因为他们头一次在这么厚的穴里边奔跑 打滚 大家现在冷不冷啊 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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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就赶紧运动起来 跟村长一起运动起来 快点 动一动 游游身体 游游游身体 游游游身体 赶紧早上枉起来 游游贝 Hussein 爸爸们很心疼孩子 然后不敢让孩子在雪地里边跑 然后怕孩子怕冷 不愿意在外边跑 可是当看到所有的宝贝 在积雪当中 欢天喜地的喊村长 然后帮我飞奔过来的时候 那一刻觉得全都放下了 觉得美好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对每一个孩子来说 其实都有一大堆的话 阿拉雷 可能三岁的时候 就有自己成名曲的秋枯之歌 估计也就只有你了吧 我还真不知道有谁 会在你这么小的年纪 会有着这么好的一个经历 所以希望你长大 真的可以能够成为 像蔡爸爸他们一样 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的 一个歌唱的使者 一行 从来就打拳 是我们整个团队当中 最调皮的一个 你骗我 你骗我 对 有个人他们是骗我的 你骗我 所以一行 希望你呢 将来能够像像爸爸一样 能够练得一身的本事 然后除暴安良 一身正气 我们最美丽的 大家最喜欢的小考拉公主 你曾经很多次都感动过村长 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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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一绕口粒吗 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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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希望 在你的身上永远都会有好运气相伴 你永远都会是那个最幸福的 最可爱的美丽的小公主 安吉 作为东北村爷们 村长特别的佩服你 没想到在你那么小小的年纪 能够把弟弟照顾的那么好 而且很多的任务 你都很勇敢的去完成 但是呢 村长跟你说的话就是 偶尔撒个娇也不丢人 铁汉还有柔情的时候 所以当你有不开心的时候 还是要把你的心里话告诉爸爸妈妈 然后扑到爸爸妈妈的怀里去撒个娇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纯眼味的表现 庆庆啊 这个今天在结束的时候 你没在 所有的爸爸都在夸你 说你是我们这个六期节目当中啊 能够变化最大的一个孩子 最一开始 你是最阳光灿烂 配合村长的 但是你也是那个最爱哭的 小哭不惊 小泪包 但是能够通过这么多次的旅行 看到你有多爱爸爸 然后你慢慢变得勇敢了 你慢慢变得可以表达自己了 所以村长非常非常的开心 你真的通过爸爸去哪儿的这次旅行 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了不起村长给你点个赞 亮仔村长特别特别记得 村长在问你爱不爱爸爸的时候 爸爸爱不爱你的时候 你跟我讲的所有的那些话 你爱你的爸爸吗 爱 爱不爱他 那你的爸爸爱你吗 不爱啊 爸爸为什么不爱你 嗯 爹爹 爸爸爱姐姐 爸爸爱姐姐 爸爸不爱你吗 爸爸会跟我说他爱你跟爱姐姐是一样的 你是男孩子爸爸会希望你会更勇敢 都说爸爸不爱你了你还选他最喜欢的 我觉得真太奇怪了 我觉得他爱我 让村长感动 村长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乖的好孩子 但是村长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期望 希望你呢可以变得更加的勇敢 然后变得更加的有男子汉的气概 成为一个像爸爸那样的了不起的餐天大树 有一天 村长希望你也能够成为世界冠军 加油